在底线那种几乎是跟底线水平的那个状态能够把球踢进去 那是世界波的级数 可是北韩当然我觉得他有他的神秘性 我觉得看北韩的比赛有他的趣味 因为基本上大家都对他很陌生嘛 除了那个郑大师 那个曾经在欧陆踢球的那个球员以外 那另外我觉得其实像你刚刚提到南韩 南北韩朝鲜半岛这一次第一场比赛 都踢得让人非常的惊艳 南韩甚至还赢了2比0赢了希腊 所以亚洲球队我觉得在这几年 从02年日韩共同攜手主办世界杯足球赛 把整个亚洲的风气呢 我觉得又带动了起来 可是好像闻风不动的就是台湾 总教授我就要请教你 亚洲一般我们都说我们人的脚底 脚底你要踢脚球就更困难 为什么包括中国在内 中国南北韩日本的足球可以跑得那么前面 现在都已经可以跟这些西欧国家一较高下 为什么 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要职业足球化 那如果说你有职业足球化的话 你会塑造职业明星出来 那这些家长也会支持这样子 政府也会支持 特别是我们的媒体 你可以看到我们只有四年一次的这样子一个生会 那其他时间我们要播足球根本不太可能的事情 包括国内的足球都是一样 所以说重要的就是教育我们的父母 教育我们的政府 了解一下我们足球在世界上举足轻松的角色 那我们怎么样来成立这个职业足球 那让这个塑造明天出来之后 我想有很多人就会跟着这个脚步了 你不用去多少的都推动或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职业足球我们要是成立起来 他要有这么好的一个经济的实力 是怎么这个脚步 这个脚步没什么成立 我们这些大公司 第一来就设厂做这么大的企业 包括我们郭台铭等等的这些 为什么他都没有把这个运动来重视 为什么我们这个政治的外交的困境 你看看拿国旗就没什么拿出去 我们要拿奥会的模式的国旗 其实我们出去旅游或什么的 我们都很希望在外面都展现自己的国旗 包括这次的遗所事件 你看看电影时代表参怀时 不可以拿国旗 那学生就自发性的做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最好的方式 其实是要透过足球 因为真的世界上的运动的唯一的指标 只有足球而已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来看一看 包括西欧 南欧 北欧这些国家 是因为它是在协议里面 就有足球这样子的协议 在非洲的国家是因为殖民的关系 所以它在文化在生活上 也有足球的这一些养分跟土壤 可是我们看到亚洲包括北韩 韩国 日本这三个国家 乃至于中国这一次没参赛 这四个国家的足球 大概不是因为先天有足球的这个气氛 而是因为国家的整个力量的推动 才有办法让足球运动 欣欣向荣起来 运动体育呢 跟国家发展其实是息息相关 特别是南非这一次 我们来看看 南非这一次为什么能够争取到世界杯 跟曼德拉脱离不了关系 曼德拉为了争取世界杯呢 两度到苏黎世 去跟他们说服 说你一定要让南非来办世界杯 理由是什么 因为拜托你让我证明 南非这一块一度残破的土地 真的我们是有能力来主办世界杯的 这个其实跟当初高雄在办世运 或是中国在办奥运 那种对国家对城市的认同 跟进步的一个力量的提升 那个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来看看 曼德拉究竟是怎么讲的 曼德拉在苏黎世讲说 国际组种表明了立场 要反对种族歧视已经28年 这个要回到在1976年 一个黑人的城镇叫索伟托 有好多的黑人青年起来 反对南非为什么实施这种种族隔离政策 结果被白人警察镇压屠杀 至少造成了500多个黑人的青年死亡 在这个世界之后呢 国际组种说你南非不得参加 国际的这个足球赛事 因为你实施种族隔离政策 可是在之后呢 曼德拉跟其他的这些南非的政治犯 在罗奔岛被关了很久 他们只能透过收音机来听足球 这是他们唯一会快乐的事情 而让南非来主办今年的世界足球赛 作为整个国家实施民主 才十年的一项赫礼 为什么足球会对南非这么重要 曼德拉讲说因为对南非的人民 他特别要呼吁到目前为止 南非整个种族歧视的问题 还是非常非常严重 整个所谓的贫富落差 还有所谓的社会自然的问题都非常严重 可是叫做一个球队 一个国家 这个在台湾也很容易理解 包括在世运 包括在奥运的时候 台湾中华代表队出去的时候 就已经没分什么蓝的绿的 铜的都的 南非一样 就是一个球队 一个国家 没有分什么黑南非白南非 而放下整个南非的仇恨 忘记黑白的种族歧视 同舟共济 共同争取国家的荣誉 等一下我们要好好来谈一下 为什么足球有这么大的力量 可以凝聚所谓的国家的认同 国家的共识 以及这些弱小民族的 一个强大的自信心 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来讨论 欢迎回到有话好说 严老师我就要请教你 怎么足球有这么大的力量 不离就是打卡丘而已 可以搞到像曼德拉所说的 南非办的这一场足球 就可以凝聚整个南非的共识 团结 让大家说一个球队 一个国家 不要再分黑的白的 足球有这么大的力量 我觉得有一点点类似 奥运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 是一样的 就是说当年1964年的时候 东京办了奥运 代表日本的起飞 1988年汉城奥运 那个时候还叫汉城 2000年的这个 08年北京奥运 都是代表一个国家的 这个往上提升 那对南非当时是被 种族隔离的原因 而被取消这样的一个资格 让他们跟这个足球 脱离了一段时间 就等于是说 你明明这个运动是不错的 还不错的运动 但是因为 种族隔离的关系 你脱离了 那现在 我已经回到一个黑白和解的情况 那我也在非洲 有这么好的一个infrastructure 这些所谓的基础建设 球场什么都可以 我来举办这个东西 更能够彰显 我当初被排除 那现在我在黑白和解 南非大概是 所有这个 在这些走出这种 走出仇恨里头 它是做得最好的 包括它的这个真相和解委员会也好 包括它对整个族群问题的处理 当然现在看起来 白人还是比较在这个 私人企业 在经济部门掌控很多 但是至少在政府部门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黑人 已经进入政府 在这一方面 也开始比 相对而言是 比其他的国家要做得好很多 那如果说今天南非 可以因为他这样的努力 而被奖励了 鼓舞了 那他我觉得 曼德拉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特别是曼德拉 我觉得已经90多岁了 能够他那个时候 当然还有80岁 现在能够亲眼看到 这样的一个实现 我觉得对非洲大陆 对南非过去的努力 都是一个等于是 reward一个奖赏 是是 邱大哥你真的认为说 办了这一场世界杯足球赛 就可以让南非这种种族歧视 可以消弭 让整个南非的国家可以凝聚 有这么大的力量 有 至少他能够团结了80%的黑人 因为他的种族非常之多 那这些种族之间 比如说祖鲁族当然是最大 还有COSA族 还有一大堆的族 这些族以前在19世纪 18世纪的时候 打仗都是用灭族的那种方式 在进行的 所以灭村肉 或者怎样灭掉 然后他们现在就是说 虽然他黑人是执政的 事实上彼此之间的矛盾 还是很大的 所以他透过这个足球 能够至少80%的黑人都能团结 那另外一个现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另外现在很有趣 你就要看到那个所有的电视转播里面 在吹那个长喇叭的都是黑人 其实这表示说南非的白人 南非白人虽然是欧洲的后裔跟移民 可是他南非白人 他是玩的是那个所谓Rugby 英式橄榄球 所以你在看台上 你要看到那个南非的白人是比较少 所以过去虽然国际族总对他 又用一种所谓的竞赛的方式当时不要参加 南非白人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因为他玩的是那个Rugby 但是黑人就不一样 他很爱很爱足球 所以那个那个曼德拉总统的时候 他那时候在被关在那个罗本岛 罗本岛的意思是海豹岛 他被关在里面的时候 他你看他184公分 那个只有5米平方的房间 出来他除了做运动 另外他们跟育友之间最大的娱乐就是踢足球 即使在关在里面的时候不是听转播 有时候给他们放风的时候 就是靠踢足球来大家来来疏解这个压力 是是是 可是你讲的是对黑人的部分 那曼德拉讲的是说 这一次世界杯可以叫做一个球队一个国家 对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跨越黑白啊 这是我个人观察 因为他毕竟有四 他事实上以前在种子隔离的时候 就区分四种人 一个是白人 这个白人是包含荷兰后裔跟那个英国后裔 他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印度人 印度人在德班那边是很大的族群 像他们印度人玩的是板球 另外一种人就所谓的卡罗 卡罗就是有色的那种可能是黑跟白混血的 或是怎么样混血出来的 另外有一种就是白人 白人当然是至上 那这里很有趣的那华人当时有很多移民 台湾过去的还有日本人被视为白人 就是享受的待遇是这样子 他就试着 所以他现在是尝试要把这几个 这个把它融聚起来 所以当年他第一次出现在赖索托的那个足球场 十二万人 很多白人起来参加去鼓励 那个就是说他是曼德拉他已经是白人至少是承认他 所以再往后再几个总统的选举 那个白人未必是在支持的 但是透过足球我是觉得是所有的不可能里面最有可能去把一个国家团结起来 就是我个人看 可是颜老师我要请教你 就是说其实我们之前也谈了 像是苏丹的种族屠杀 其实在之前乌干达还有其他部分 都有那种一次杀了几十万几百万的这种种族屠杀事件 整个南非还是一个非常贫穷 非常痛苦的一个苦难的黑色大陆 包括贫富察局的问题 包括资源掠夺的这些问题 我想问的是说 足球会不会变成只是一个麻醉剂 让大家暂时忘却的苦难 让这些包括第一世界的这一些国家 也暂时忘记了他们应该对这个黑色大陆的责任 只是一个麻醉剂而已 我觉得不单只是这样 因为假使你看隔壁星巴威 当他们黑人的政府开始去抢白人的土地的时候 是白人被吓跑了 整个经济垮掉了 那南非现在就说我政治在黑人的手里 但经济还是让白人继续有掌控 那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南非的黑人 我看到今天南非有这个能力 来办这样的一个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 我必须要承认这个白人少数政府 当年留下来的一些制度 留下来的一些建设 是让南非今天有这个机会来举办 因为其他的非洲黑人的国家 大概都没有办法这么做 所以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还是要觉得说白人对能够让南非举办这样的一个比赛 是有贡献 即使他们可能他们的兴趣 最大兴趣不见得是这个足球 而是这个橄榄球 但是那从白人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今天我还是要为我的南非队加油 至少今天南非有这个机会 来办这样的大赛的时候 我看到特别是在第一场 能够跟墨西哥提合 那保持一个地主 对这个主办国没有输球 我觉得这个是对南非来讲 他明明就是在这个 如果说是以这个世界排名来讲是差很多的 但他今天能够一看到还领先 我还想说万一赢了怎么办 很可惜最后就是还是打平了 但是这个已经对 我觉得对非洲 包括对南非的白人 他当黑人越有信心的时候 就不会像隔壁星巴威 去抢白人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对南非白人跟黑人 共同留在那里一起来建设 会有帮助的 至少他们可以建立一个团结 既不要在内耗 其实台湾现在就是最大的问题 他最大的挑战不是现在 最大的挑战我们在等着看 最大的挑战是 等他这个宿主在办完了以后 我们再看看那个足球馆 会呈现怎么样的状况 所有非洲 那个读到诺贝尔文学讲的 那个Nightball 就是一个印度一的英国 那个作家 他就在一本书里 大河湾里面去 因为他以前在 非洲也走过一些地方 去他的观察 他说他讲的是有点讽刺 他说所有的建设 不管投入多少钱 最后都会交给黑人 都会成为 就是方烟漫潮淹没掉 这个事实上在 不管刚才讲的那个星巴威 或是 或者是那个 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 上海啊 很多国家 南非 当然南非是这里面最进步的 但我们就是大家现在关注这个事情 就像你讲的 会不会是成为 只是一个麻醉剂 就是一个兴奋剂 所以很可能 变成蚊子管 一个半月之后 什么都没了 邱先生你讲的也是 就是我有跟非洲人谈 他们常常开玩笑 跟我再讲 他说你去一个非洲国家 基础建设保持最好的 表示他刚独立 独立的时间是最短 独立时间越长 就是就荒废掉了 但是南非的例子 因为我2002年去参加 世界永续发展高峰会议 我有点惊讶 就是说不是只有这个硬体 它的软体也还不错 那现在就是还有足够的白人 留在那里 而不是像过去其他殖民地 就是离开了 那有这么多的白人 留在那里 带这些黑人 把这些软体的工作 开始在做 当然我是认为 绝对没有过去 纯白人统治的时候 这么有效率 或者 但至少就是说 他们大概也知道 就是说 如果今天要举办一个 这样的一个世界大赛 你该有的一些水准 还是会做得到 那未来我也同意 就是要观察 这么多的球场 你今天有没有 这么多的球队 但是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有没有这么多来使用 但是你今天到那个球场 你进去 你看那个草坪 你看那个 你就觉得说 好想提 我怕他变成木偶 但是你看 我觉得我们在台湾 只要有这样一两个 让人要感动的球场 我觉得球赛就有很多人想提了 是是是 周教練你怎么说 我倒不觉得说 他之后会怎么样 当你又喜欢足球的时候 你又跟他丢丢癌症一样 你如果看台湾吃 打野球的 七十个人在拌 六十个人在拌 在冰江球场 那些地方 一顶人在拌 特别是这老外 包括我们这些留学生来 我们办那个非洲人的比赛 办了你看 我们现在大专的比赛当中 你看黑人一堆 人家说你是在国家比赛吗 还是在拌什么比赛 其实他们这些学生 唯一的一个依据就是说 他不会有那个私相证 就透过足球 他也是透过足球 来交这些的朋友 所以我说 这卡球当你会脱的时候 你又喜欢脱的时候 在非洲这些国家更是如此 这么普遍的地方 我感觉阿伯绝对不成为文字馆 因为他们当成一个神 当成一个目标 他也不断的去喜欢他 不断的去爱护他 不断的去制造这样子 所以我感觉这 我们政府绝对要重视 就是说我们出去比赛 你看看这个里面 哪有这么多观众 在泰国他们安排 还有国际的这个地方 还有加油什么 这是透过他们的媒体的转播 在泰国里面 我们不听说中共有抗议 当然这是我们的 世界壮年运动会当中的一个部分 才有这样子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足球真的是 能够取消我们蓝绿对峙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这就是在哪里 台湾这么大里 这就是泰国 这也是在泰国 在普吉岛上的时候办的 已经办第五次的 这个世界壮年足球赛 其实三十个以上的都能得到 台湾知道 政府也知道 我想 林教授应该知道 这个外交部 非洲师 常常会带头办 最近才刚办完足球比赛 请这些欧洲各国 我不管有没有邦交没邦交的 驻外使节 办一个小型的足球赛 所以他们知道 可能是 但是因为这种运动 不光是政府的支持 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归本质 民间是不是真的去支持他 比如说棒球 你看看 即使发生这么多弊案 你会发现 大家对他的热情 还是支持 像我们这种 我这一代 小时候看那个 哨棒比较半夜起来看棒球 等到一天去美国 第一件事情 我们是干什么 一群人开车 去看棒球 没门没门 开到他去 为人报头去看棒球 去加油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回复到 不光是政府的力量 还是要回到说 我们真的 这个老百姓 我们的人民 是不是真的对这个 有那种热切的一个需求 或有渴望 不过前世我要请教你 就是说 很多父母 都会说 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才会去搞运动 这个是很要不得的观念 当然现在的家长 有开始在调整 可是运动 除了说可以强生之外 还可以赚大钱 这个是在其他国家 这部分 不过钱我们不谈 很重要的是 他对整个国家 似乎有一个很奇怪 又很强大的力量 我想请教你 包括棒球 包括足球 包括其他的体育运动 究竟跟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这种关联性 到底是什么 真的一个运动 可以救得了一个国家 有这么厉害吗 我要看这个运动 对这个国家 就是这个国家的老百姓 对这个运动的依存性 到底有多少 譬如说南非跟足球呢 对南非跟足球 当然这一次 他能不能够 他当然目前 月上的国际舞台 在这个月 那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他能不能赚到钱 我觉得这是最务实的 南非这一次 为了办世界杯 他的整个的预算 已经追加到 将近40亿的美元了 那南非会让我们去想到说 他会不会成为 另外一个当年 2004年雅典办奥运会之后 带给今天希腊的一个 负债累累的情况 希腊现在是所谓的 欧洲四国成员之一 是 他的整个经济 很严重的一个前因 可能就是雅典奥运会 当时大概100亿的 欧元的预算 把他整个给拖垮下来 所以最务实的一面就是 南非除了美光灯的焦点之外 他能不能够在 这次的世界杯当中 真正的获得一些盈余 接下来刚刚来宾所提到了 就他这些场馆的运用 到底是如何 南非有没有这么足够的 强大的经济能力 可以去让他让国内 南非现在是有职业的足球联赛 可是这些联赛的规模 是不是可以足以 让他去养活这些足球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像这次的世足赛 坦白讲 他为了充人数 他把票价压得非常的低 我从来没有看过 20块美金 20块美金 这已经是从1950年 整个恢复举办世足赛以来 这个是最低的票价 唯一的一场没有防牛票的 唯一没有防牛票的那种足球赛 所以你说南非这一次的情况 他到底能够在日后 因为这次的世足赛 给他带来多少的 正面的经济效益 或者让他整个国力的大幅的提升 所谓成为 所谓的黑砖五国 金砖五国 现在讲还太早 真的太早 所以刚刚提到就说 人民对这个运动的依存度有多高 如果很高的话 像过去我们也曾经看过 在世界杯会外赛举办的期间 像中南美洲的国家 可以因为世足赛的会外赛而大动干戈 甚至要开战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一种完全是民族性的发挥 所以如果说我们有对足球这么强烈的一个认同感 像棒球一样的认同感出现的时候 那我相信足球运动 他自然而然 就会把台湾带到国际化去 可是问题是 谁是那个推手 谁能把足球运动 其实坦白讲 你知道我的小孩现在大概六岁 我想让他去学足球 我还要到处去求人 其实足球在 总教练都命啊 这个阶段 是非常popular的 是非常的普通的 非常普及的 可是你到了这个中高阶层 到了什么 17岁21岁 准备要进入到选择 他是不是你的职业生涯规划的这段时候 在台湾却是非常的贫瘠的 因为台湾对刚刚教练所讲到 台湾没有所谓的职业的足球队 既然没有职业足球队 你就不可能有好的人才留在这个地方 是是你顶多提到高中 你就想说你就要放弃了 你要好好去念大学 以后才长得好工作 不过我们刚刚也谈到 非洲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也非常的复杂 包括我们刚谈到的种族屠杀的问题 包括种族歧视的问题 包括失业率非常高的问题 包括饥荒的问题 以及包括所谓的小孩子 失学没有办法去受教育的这些问题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世界足球赛呢 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而市总他们也看到这样子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认为说 透过足球四足赛在南非的举办 希望可以对南非的整个教育 做出某种程度的贡献 我们来看看到底足球 对于国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正面的力量 市足赛吸引全球人的目光 但当全世界都将焦点放在球场上的时候 却也有另一群人 希望借由这个第一次 在非洲大陆举行的国际体育竞赛活动 共同来关注非洲孩子的未来 相较于非洲多数失学的孩子 九岁的谷谷因为参加由国际足球总会 FIFA所发起 一个目标让所有人受教育的活动 而有了上学的机会 国际足总还请到约旦皇后拉尼亚 来当活动的代言人 为75 million children the chance to go to school is just a dream 75 million that's enough to fill Wembley Stadium 800 times over think about that as you and your children or your friends go and buy your new school supplies millions of children who've never owned a pen who cannot even read or write their own names and know that over half of those children 世足赛带来的效应 还不止于让非洲的教育被重视 对许多从未见过电视 把电视当奢侈品的非洲国家民众来说 世足赛让他们有机会 可以坐在电视机前面观看转播 因为国际足总已经保证 会让非洲的54个国家中 至少有41国能透过电视看到世足赛 只是现在还不到半数的非洲人 有电力的供应 就算有电 电力不稳 常常停电 就算有电视机也没有用 但至少透过世足的举办 让更多的科技文明 得以进入非洲大陆 问言老师我就要请教你了 当然大家希望说 也许族总可以帮助 所谓的非洲的这些 助学的这些问题 可是除了旧学之外 非洲的问题更严重的是 包括种族屠杀 包括整个就业 包括所谓的饥荒的这些问题 光光南非我们来看看 南非是非洲 算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而它的问题就是非常非常严重 如果南非都是这样子的话 其他国家又怎么办 我们来看看南非 现在大概有4900万人 而黑人就占了大概八成左右 有3400多万 白人大概占了只有400多万 而这400多万却是 之前包括在政治上 在经济上都是统治整个南非 黑人是被视为次等的这种种族 人均所得在08年的时候 只有5820块 然后官方语言有11种 就可以看得出来 种族的复杂度 经济发展是GDP 大概是2764亿美金 这是非洲的两成 已经很高了 然后可是它失业率 也高达两成五 25%的人没有工作 贫富悬殊 非常严重 贫穷性的人口 占整个国家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的人 是在贫穷线以下 艾滋病有570万个人 是代言者 肺结核 还有其他的疾病 重大疾病的威胁 犯罪率是高的不像话 我想问的是 究竟这样子一个黑色大陆 在期待的什么 什么东西 什么动力 可以真正让他们改变 脱离这种苦难的日子 我想刚看到犯罪率高 那如果说你想到 你的失业率 是超过二成五 我有一阵在南非的时候 他们超过三成 那你就会觉得 那个犯罪率其实不高 就是当有三成的人 是没有工作的 这个成人没有工作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那我也亲眼看到 这些南非的黑人 从乡下走到城市 走两个钟头 然后就像 有点像我们在台北 桥这个水门外面 那边等临时工 等到两个钟头没有 再走两三个钟头回家 就没有工作 确实是没有工作 所以今天我相信 但是他们在 南非在办 2002年在办 勇气发展高峰会议的时候 大家就要求说 请这些犯罪的 可不可以稍微停一下 让南非有点面子 办这种大活动 我相信同样 这一次一样的 世界杯足球赛 这么重要的场合 南非也不希望 太丢面子 所以一定也是要求 他们能够克制 但是你最后结果 还是需要有好的 就业的机会 能够让这个财富 能够多一点平均 当然教育很重要 刚刚约旦王后也讲了 这一些东西 让南非的工作机会起来 自然我觉得 平常的问题